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在海外的这些华人超市 像我生活的华盛顿,另外纽约,波士顿,费城 东岸这一带,加州那边更多了 我去温哥华,还有多伦多也看到大量的华人超市 另外其他国家也有 那么就来聊聊,我觉得是先表扬,后吐槽 最后总结 那么先说,这些华人超市 我觉得它的东西很丰富,产品足够多,足够全 而且大部分是针对于华人的这些口味的东西 比如说像一些小食品,零食,调味品,调料,蔬菜 蔬菜的主要就是这些华人吃的蔬菜 你像老外超市没有卖的 你比如说空心菜 还有像什么苦瓜这类的 比较新鲜 冬瓜这些东西都是华人吃的多 山药这都非常多 而且很新鲜 这确实是 另外就是它的肉类产品很多 猪牛羊 鸡肉这类 主要是它的部位比较多 因为华人的口味比较杂 你说到老外超市你买个鸡针 你可能买不着 买个牛肚羊肚 你得去那种哈喇的那种店 还有像猪肉的 猪肝猪心猪肚这些 另外就是鱼虾海鲜类的足够新鲜 这也是华人超市的一大特色 很多老外都跑过来看 到这来买东西 因为它这个你比如像本地的local这些超市 它不卖那那种敞开式的 当你的面什么在鱼缸里面 游来游去那些鱼呀海鲜呢虾呀 然后帮你清理呀整理弄干净了 给你装走打包 这些产品和品类啊 鱼虾海鲜类的足够丰富 因为我们天津啊 有句话叫荡荡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荡荡的就是说去荡铺 把你的东西荡掉 然后换的钱呢去买海货 因为什么呢 只有这个季节才有 你过了这个季节没有了 你可能一年就这一个月 能吃到这个东西 你下一个月 后食一个月没有 但是你这个月呢 你把东西当了来吃这个 不算不会过啊 就是天津的有句话 而且像华人的这些超市里面 海鲜 食令海鲜非常丰富 很新鲜啊 最近有的螃蟹 有的某种虾 就这个季节有的很多 包括我女儿啊 刚开始去这华人超市的时候 他是好奇 他拿那个地方当水族馆呢 每次爸爸要去看鱼 就在鱼缸里的鱼 在那看半天 游来游去的 那服务员一会过来 我说先不买 我们女儿看看啊 他来看看 看着那老外超市看不到啊 就这种啊 这个东西足够丰富 然后另外呢 就是各种熟食类的啊 烧辣这些也足够多啊 这大家我觉得你有这个 尤其是一代移民啊 这华人 他这个口味啊 是改不了的啊 我记得王石啊 曾经在微博上面 王石有一段时间住在波士顿啊 我有一个朋友跟他去聊过一次天啊 也挺有意思 老王 说这个王石呢 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啊 在国外刚开始来之前 我可能认为啊 语言是最大的不适应 但是没想到是为不适应啊 就得吃中国的东西 或者说呢 就是华人这种口味啊 炒菜啊 米饭啊 这类的 你天天吃老外的 不行啊 这是我觉得华人超市的比较好的 而且呢 他的店也足够多啊 表扬表扬啊 然后呢 吐槽 吐槽的问题 我觉得需要他们改进的啊 我相信大多数人也都有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呢 就是他有很多呀 这个过期的东西 过期呢 但是你也说不出说不出什么 他在上面写的叫best before 就是最好在这之前使用 你说他过了那期间吗 也不算 但是我确实买到过那些过期的豆腐啊 我印象是豆腐一打 我天一股酸臭酸臭的 我天赶紧赶紧让围看的 哎呦都都过了一过了best before 都过了两星期了 还在那搁着啊 买过 还有一些东西 我忘了啊 反正就是过期的 肯定是有 过期的原因呢 大概就是因为他销量少啊 他的周转率低 但是呢 又不舍得扔 或者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的去看到这些东西 就放在那你买回来就过期了啊 第二一个呢 贵 我相信有的人会有这种体会 这个华人超市啊 这个东西贵 他贵呢 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出他贵什么 你看那小车里边也没买什么东西 然后你看那结账条吧 一百多二百 这贵在哪呢 你也说不出来啊 他贵啊 他贵呢 我总结了一下啊 我也问过一些干这个行业的人 大概呢 就是说他有很多不敏感的商品 让你没有价格比较 他就贵 华人超市的一个秘密呢 就是他的敏感商品比较便宜 他发的一些海报啊 或者超市门口贴的那些广告的这个DM啊 这些 尤其华人比较敏感的 肉蛋菜奶啊 这一类的东西比较便宜 你看哟 这个五花肉便宜 哎呀 这个排骨便宜 哎呀 这个什么什么便宜啊 你觉得很便宜 但是你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还得买点别的吗 你买点别的可能就有一些贵的啊 比如说我曾经比较过一个 我就很惊讶 因为比如说蜂蜜啊 蜂蜜呢 我在华人超市碰到我一次啊 我是前一天刚在本地的这个这个 老美超市买的这个蜂蜜 第二天呢 在华人超市我去买别的 在这看跟那一样 我看这多少钱 我天 我在老美超市买是五块零几 要不就是四块九毛九吧 反正五块钱左右 但是华人超市呢 卖十一块九毛九啊 你这就差一倍多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价格敏感度呢 你可能就拿一瓶装车里就走了 但是这种东西你买的这哪点那哪点 让你不知不觉的这价格不就上来了嘛 所以这种东西贵 另外一个呢 它的贵的还有一个不敏感产品当中的小食品和零食 这个东西呢 老外超市不卖啊 你这东西 其他超市不卖 所以呢 你没有比较 但是这些东西呢 大部分是针对于留学生的 很多出国的留学生啊 现在买东西啊 在华人超市啊 当然他们也有在网上 我知道有很多的网络平台卖中国小食品呢 他们去华人超市买的时候 就这些小食品和零食 孩子们是没有价格敏感的啊 他也说通俗的 他有时候不是那种过日子的心态啊 家里给钱 反正我想吃这个我就买 想喝那个我就买 但是你这种价格稍微贵一点呢 他们也没有太在意 所以就贵在这儿啊 还有像比如说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这个东西啊 老外不吃啊 洋人超市没有啊 西人超市没有 所以呢 你买这个东西呢 你又必不可少 所以有的时候呢 像留学生啊 买的也多 孩子们凑一块涮火锅吧 爱吃麻辣火锅的 那个啊 他火锅底料就贵啊 所以他有很多的 你不敏感的产品贵 所以啊在这儿 其实这也是提高他们的这个 利润率的一个可以理解的一种方式啊 也不光是华人超市这么干啊 老外超市也有啊 也也有这种啊 第四也再有一个呢 第三一个呢 就是购物环境啊 卫生啊略微差一点 这个我是有感觉的 他整个的这个购物环境啊 卫生差 有的时候你进去闻的那个味道啊 当然也跟这个他卖这鱼虾肉蟹海鲜类的都是敞开卖这种味道有关系啊 还有呢就是他的货柜摆放的非常拥挤 最大化的使用这个购物场地的容量啊 所以你有的时候在华人超市觉得这有点压迫感 就是他的货柜摆的密集 可能你在西人超市呢 哎他这这么同样的面积呢 他是十个通道 但是在华人超市呢 十五个通道 十五通道他就每一个集一点 每个集每个减 所以你就是略微感觉到有点压迫感 所以这是有这个关系的啊 当然这也是人家的经营方法啊 还有就是特别冷 这个特别冷呢 很多人都有体会啊 这个我父母到我这来啊 我以前说过去迈阿密啊 哎呀这个一进超市就跟冻田一样 好家的穿着方安服啊 一进去带个棉服进华人超市 就这一进去就太冷啊 因为他的货柜很多都敞开的啊 尤其是海鲜那类的大冰鲜的东西啊 所以呢这个是 另外就是购物贷收费啊 购物贷收费这事啊 我觉得得理解人家啊 因为呢像韩国超市啊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韩国人啊 我这韩国社区很大啊 在华盛顿的华国人有好几十万啊 韩国超市也收费啊 因为呢像韩国大妈呀 跟中国有些大妈很类似 你说你买两根香菜 你拿人十个塑料袋 你这班人也受不了啊 他拿走干嘛 他就装垃圾啊装东西啊 他包装用啊 所以后来都收费了 开始收费 然后我们这一代最早呢 像马里兰的那个华人超市收费啊 比华盛顿和华尼尼亚是高的 但是你在纽约的像法拉圣啊 那些地方的华人超市 它的整体价格都比我们这便宜啊 就因为它周转率高啊周转率大 所以呢它的东西呢卖的多 所以它可能会便宜啊 像我我这这马里兰 马里兰的很多超市里的东西也比我这儿 华尼尼亚便宜啊 我们这这附近有的就是大中华啊 Fairfax这有两家 然后还有一个大华九九啊 还有一个在那个佛车那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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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来啊 大概我们这一代啊 华人论以西 我这一家这一片的居民大概就这四个华人超市啊 另外就是我们主要去韩国超市也多啊 所以呢 它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呢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呢 可以吐槽但是跟超市没有关系 我觉得作为华人朋友呢应该理解啊 这个我是我自己有体会 我身边朋友也有体会 就是华人超市卖这些调味品和调料呢 有大量的改良的后果 就是它的味道不如国内那么纯啊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 它没加苏联红啊 不是不是苏联红 那叫什么玩儿 就那添加剂啊 它没加苏丹红啊 没加苏丹红啊 没加这个什么添加剂啊 所以它味道就没那么充 我知道老干妈辣酱啊 曾经有个加拿大的朋友啊 他说就是在加拿大啊 当时像这种调味品 北美有很多的调味品调料 中国产的 都是经过加拿大检疫合格之后呢 美国就直接就进了啊 因为加拿大的标准比美国还延 所以他跟我说呢 老干妈辣酱进加拿大的时候 改过六四七一次啊 好像还不止 改过六七次的原料配方 包括里面有没有花生啊 因为我说过很多人花生过敏 有没有坚果类的 后来他改来改就改了好多遍 最后通过美国和通过加拿大的 卫生检疫合格啊 就是他的标准 这里面的含量啊 这里面什么化学啊 食品添加剂啊 这类的东西啊 符合标准了才能进 但是进来之后呢 你会在美国和加拿大都一样啊 这些超市里面 我们买的酱油啊 包括我爱吃的什么酱豆腐 广式腐乳啊 还有一些这个像辣酱啊 这些东西啊 各种调味品都不如国内的那个味道啊 冲和醇 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改良了 他口味淡了 他很多东西呢 配方改了 所以他就不是你原来那个味道了 尤其我上个月回国 我同样啊 也是用这个什么什么 哪个品牌的酱油 我忘了啊 我们这也有 但是你用国内那个一一做 绝对味道绝对不一样啊 那就是改良了 那是没办法的啊 还有这个冷冻不新鲜的这个东西呢 冷冻品 你说我们去华人超市有很多人啊 我买点新鲜的牛肚啊 羊肚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有的时候超市里面是冻的 冻的就是因为他周转率不高嘛 他肯定不像你国内那么多人买 所以都是冷冻的硬邦邦的东西 你回去化开再做 可能你的食材的原材料的这个新鲜程度 就不如你原来在国内尝的那样啊 所以这是无可厚非的啊 就这么一个事儿 最后呢 我觉得总结啊 就是说呢 呃 我自己在华人超市基本上买的东西呢 我还是现在比较针对性啊 我就买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 呃这些肉蛋菜奶 比如说肉类的啊 肉类的各种东西 鱼虾海鲜类的 还有就是在西人超市买不到的那些蔬菜啊 我太太爱吃的空心菜啊 这类的 呃 还有一些调味品 还有就是熟食啊 熟食半成品的 我最近买了一个德州扒鸡啊 在fairfights这个大中华超市买的 哎 我觉得那德州扒鸡还行 那味道就是贵啊 绝对是贵 那一小包真空包装的15美金 那你在costco买的一个烤鸡才5块啊 相当于三只的价格 但是你确实得理解啊 你的他的加工啊制作呀 他确实在美国他写的是在美国做的啊 所以就这类东西吧 我基本买这些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都去西人超市或者韩国超市买啊 大致是这样 加拿大的这个华人超市当然更多啊 更丰富 但是华人超市呢 基本上还大量的也是偏亚裔 也不能光做华人生意啊 华人不是那么多的地方 像我们这那怎么弄呢 他就也得有点韩国的什么味道的东西啊 还有印度人买的各种东西也有啊 也有 所以这是大致吧 反正你在海外生活 你就离不开想的这种你打小吃惯的这种味道 那你就得去这个华人超市去买啊 当然呢 我觉得总结呢 也是希望这些华人超市呢 能够越做越好 他毕竟在本地华人社区呢 是必不可少的 反正我肯定是 你虽然你在国外生活 但是很多的口味你是离不开的啊 你这这肯定还是想啊 就必须得去跑到多远的跑到那去买啊 我有朋友以前总出差去纽约的时候 他专门有一个一个保温箱啊 里面弄着冰块 我们当导游的嘛 有时候跑到那去纽约送完客人 那保温箱里什么鱼下肉 纽约最新鲜的拉回来啊 买回来帮我们啊带回来 这确实比我们这儿的东西要好啊 这这不不一样的 这这东西确实是不一样的啊 最后呢 念一下这个评论啊 评论呢 昨天呢 我看到就是我说的这个 关于运钱啊 我说我只看到的几个运钱的方式 然后得到网友的评论呢 我觉得大家也是挺善意的建议啊 就是说 因为这种话题呢 可能有点敏感 觉得涉嫌 你是不是在讲这个洗钱呢 你是不是分享这些东西 因为我标题也写了啊 就是当了一个 当一个聊聊而已 而且呢 我也建议啊 咱们必须合法合规 保平安啊 有个网友留言 叫 皮特球啊 汽油球啊 他说听者自省自觉自变自律吧 红哥老弟不是律师也非银行家 更没理财应无大碍啊 这个我感谢他的评论 然后呢 还有这叫彭丽孙啊 last name 孙啊 他说我是做投行的 其实方法非常非常多 而且合法的啊 我觉得是可以找专业的人士去咨询啊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评论啊 他叫风瑶啊 方瑶啊 last name 瑶 然后他说呢 播主的坐姿呢 有点歪啊 镜头也斜 给人的感觉做的特别不舒服 别的播主呢 都是正面对着镜头 坐姿端端正正 希望改进 给观众一个舒适感 谢谢了啊 我也谢谢你的这个留言 因为呢 我的这个这个这位置啊 在这个这个镜头的位置啊 我就这样做惯了 而且呢 有的时候你这样做着吧 你比较能够顺畅的 像聊天一样说出一些话啊 也请你谅解啊 如果说你觉得我歪呢 你可以调调手机 让你的手机歪一下 是不是行不行啊 开玩笑的啊 我也给他留言了 我说我还见过躺着播的呢 就是那个老雷老雷天天躺着呢 也挺好玩的啊 所以就是说五花八门 也希望大家多多包容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儿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